本来要睡了,突然刷到贵州大火 原来贵州的大火已经从18号烧到了现在 怎么我现在才刷到这个消息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国的贵州发生了山火 烧了四天四夜 这是官方说的 那我们从这张中国卫星感应图的红点 可以看出火势的面积跟燃火的点 基本上已经占据了大半个贵州了 那贵州的总面积是17.6万平方公里 我们从这个地图看起码烧了一半吧 起火点有一半吧 台湾也才3.6万平方公里 这个大小应该是烧了两个多的台湾面积大小吧 而贵州政府在2月18号才发出警讯 中共各大小媒体大部分多数在2月19号才集中报导 而当初啊 这些媒体在报导的时候也是避重就轻 没有提到烧了大半个贵州 让人家觉得哦 可能就是一个小山火吧 甚至是小火灾 很快就可以扑灭了 直到这几天陆陆续续 具有不同的贵州朋友贴出一些 图片啊 影片啊 中共媒体才大幅报导事态严重 尤其是当政府人员啊 网声了 诶死了 因为这个火势太夸张 才加强报导这一块 毕竟以中共的尿性来说 有人去救援 诶死了 赶快去宣传啊 爱党爱国啊 免费的素材不用吗 不好意思 我面对中共得这么说话 毕竟他都能摆拍了 你觉得是他不浪费这种机会吗 而且这几天中国的网路版面 大部分都是什么 甲铃电瓶啊 成功瘦身 对吧 他从这样瘦到这样子 很佩服他 但还有另外一个大新闻啊 是什么呢 30岁女教师出轨16岁学生 基本上这两个已经抢掉了 大部分的贵州版面 当然啊 还有痛呛台湾海巡 冲撞中国非法越界的 昨天啊 这个消息还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 你认为荒不荒唐 而且还有很多中国网友 翻抢到推特上指出 贵州大火不是十八号才开始烧的 已经烧了一个多礼拜了 而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微博上讲 都被开启精选评论 不然就是被删帖 那想到去年啊 小粉红散效 加州大火跟夏威夷火山喷发 我就觉得非常可笑 他们还天天在喊说 哪天富士山应该也要喷发一下啊 对吗 而我们可以看到 小粉红说贵州山火是日本间谍放的 就是这么的扯 我跟你讲 如果间谍在中国可以干这种事的话 你们共产党草就大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荒唐的留言 来 贵州是我国中药出口大神 不久前 我国停止与日本的中药草交易 贵州的中药草资源非常的多 专制宜然杂政 我们国家刚刚禁止的 珍贵的中药出口日本 才几天就遭到重火 看到网路上发的 有村民拍到日本间谍 潜伏进去山里放火 郭次尝试点火 村民大喊他们就跑了 后面好像是抓到日本籍 他们说是游客 纯粹说点火烤树枝玩下 会再弄过去的 还有人故意在压贵州这个事情的热度 大家有印象我昨天那支影片 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去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小孩说 妈妈你看 那栋房子的房间怎么冒着绿光 他也非常有可能是外国间谍啊 我们要赶快举报他 去跟公安说 当然我不排除这条留言是高级黑啊 你必须得这么说 所以你主要的重点是 带在有人故意压贵州的热度 没办法 在中国讲话必须得这样 不然你也身影别人看不到 所以看中国的留言 你要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智慧 你知道吗 你不能用民主国家的思维就单看 从字面上的意思去了解 其实汉语一直以来 都不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的 这点出社会的人都懂 总之啊 中共至今把焦点放在擅闯台湾的那三无船 那四名船员 所谓三无就是无船民 无船镇 无船级大登记 而且他是快艇 不是渔船 而我看了这个幸存的中国渔民讲话 当然他在中国说一套 这可以理解 我非常的理解 但是他在中共媒体上说的 他说 我先前跑了这个地方 跑了好几趟啊 之前这些人不是这样对我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硬起来啊 这样针对我啊 你犯法了你还有理啊 金门海巡一开始说 是他自己蛇行翻覆 现在又改口说 啊对啦我有部分冲撞 没有画面 OK 那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怀疑 这艘船 这艘中国快艇 是跟当地人平时有在交易 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个快艇方便逃走用 所以他才开快艇不开渔船嘛 不知道是不是海巡的长官 还是海巡的什么业务有换人 还是说这场交易被黑刺黑 或者是谈不拢 双方起了冲突 所以导致你们说法不一 你们都在避重救星 不敢讲你们到底到那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你还说你之前倒过那边 之前违法没被抓到 现在违法被抓到 就在那边呛 台湾 还是说台湾政府在故意养新闻 画面故意不放出来 等中共造谣 完成之后呢 养套杀 你们再丢出这个画面打脸 我不知道台湾的认知作战 等级是不是已经有升级到如此了 我不清楚哈 当然这以上都是我脑补的 但是还是在为什么他可以擅长金门海域多次 还可以理直气壮的呛 金门当地的海巡海防 我认为有非常严重 非常重大的问题 包含之前 澎湖的海巡也是有非常大的问题 你竟然让中国籍的游客在没有签证 没有入台证的情况之下 还各种拍 这是我们中国台湾省澎湖啊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的黑船 过去的种种机会发现 中国船喜欢擅闯 日本啊 南北韩啊 有三个国家 俄国 阿根廷 越南 大马 印尼 菲律宾 还有台湾 十几个国家 甚至轟撞了我们台湾海巡 日本海巡 越南海巡 菲律宾海巡 还有我们的渔船 里面呢 只有 中共的小弟 北韩 中共他爸 俄国 还有阿根廷 印尼 敢 实弹炮击哦 击毁中国的渔船 甚至是大规模的扣押 所以你看到中共炒作这些新闻了吗 你看到中共说 印尼啊 阿根廷啊 我爸 我弟啊 你敢炮击我们的渔船 还造成了三到五人的S 你看到他们炒作民族情绪 所以你 跟我说 你现在最重视这两条在擅闯 台湾海域 牺牲了这两条人命 搞什么笑话 最搞笑的是 俄国通讯社还在微博上 抢台湾 说要给中国一个交代 你自己炮击你儿子的时候 你交代了吗 你儿子坑一声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流氓 你讲道理 你讲法 他就跟你讲 两岸年加轻 血浓于水 你伤害我的感情 我要跟你拼拳头 说实在的 小粉红认为 你们拿不下北韩嘛 北韩打得过中国吗 北韩跟中国的体量能比吗 北韩的军事排名有赢过中国吗 没有嘛 为什么北韩敢炮击你 为什么你们不敢讲 OK啦 俄罗斯军事实力比你强 那他经济实力呢 他的总体呢 当然你们也会认为你们比他强 那打下来啊 他都炮几枚鱼船几次了 你们连印尼都拿不下来嘛 阿根廷也拿不下来嘛 他最近梅西那个事情闹得沸沸扬 藏由这个事情去拿下阿根廷 你不敢 那为什么上述这些国家敢开炮 中共不敢吭声 所以我说 对于中共 你就是要跟他讲枪杆子 他看到你有枪杆子 你敢真的动这个枪杆子 他才会收敛一些 不然就是中国的那种社会氛围的尿性 你越服软 你越跟我讲道理 我越欺压你 因为我知道你讲理 但我不讲理 所以我要侵占你的任何 我们再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在担任这个外交大臣的时候 曾经因为中共军舰瞄准日本的头 所以他特地跑去中国 跟中国的外长 当时是网易 现在还是网易 展开了多天的谈判 岸田文雄 他在大概两年前还是四年前的这个节目上说过 他差一点因为中共不认错 谈不容要跟中共开战 你不要以为日本人礼礼貌貌 对不起啊 すみません啊 人家该硬的时候就是硬起来 我只能说 中共什么时候在乎他的居民 三年期间 从2019年底开始到2023年初 他在乎过吗 把人民的家封起来 铁链 封条 把人家锁在车上 五天七天 十四天的 关在方舱的 那个饭菜都吃得很差 还过期 还卖高价给你 打门的那种蛇网围起来了 刘瑞妍讲过嘛 打门所以先将大火嘛 银行出户的 现在的贵州山火了 前几个礼拜 湖北洞与 迟到救援摆拍了 前几年的铁链旅 上海小红楼 唐山事件 为什么 为了保这个 没有什么人居住的雄安新区 也是去年的事啊 水淹桌舟霸粥 导致桌舟水退要一个多月 各种的盗卖物资 侵占物资 骗捐款 前几个月的贵州地震也是这样啊 也是骗物资 骗捐款 骗羽龙虎 对不对 去压A死的人数 乌伦木齐中路纪录片的导演 他因为拍了这条纪录片 被抓 因为他拍了这条纪录片 徐训之士 试图颠覆国家政权 也是前几个月的事情 其实哈尔市屋顶摊坊 最近中国又有好几栋 屋顶也是摊坊 尤其是这半年以来 我不知道是你们店主品质的年限都特别短 还是你们是大部分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某个世纪盖的 然后特别烂的品质 到现在这个寿命差不多了 所以陆续在这半年那些摊坊 去推特上看一堆啦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中共又现在又打着 人权跟所谓的台湾暴力执法的理由 来说是 你有点脸吗 你的维稳费比你军费高 你有点脸说迫害人权吗 暴力执法吗 山东局限那件事情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报道 你说你在乎人权 为什么得了诺佩尔和平奖的刘晓波 在中国是被封杀的 你们在乎人权 所以你们用什么脸来讲台湾呢 我们再来说你中共的逻辑 你说台湾是你的一部分 OK在这个前提之下 那错的不就是你们国家的海巡署吗 错的不就是你们吗 金门还是你福建省的一部分 它叫做福建省金门县 那是不是你们省长要负责 怎么又是我们台湾了呢 金门不属于台湾省 那你又说是台湾当局 所以你们的湖北省管得到湖南省 难道台湾省是包含福建吗 好的啦 既然那些金门立委 你也认为是台湾政府的错啦 在那边小骂大帮忙 那你们发动公投吧 让金门回归整个大福建 由共产党的领导吧 不是叫中共开个家买一下金门 你们金门人多数同意 我身为一个台湾人 我完全没有意见 定位那是你们的民主自觉 如果你们不想 可见你们自己心里知道哪里好 你们也知道 你们只是为了打击执政党 去做这个政治工坊 台湾也是我上述中 被中国黑船擅船后 唯一朝野态度最奇葩的国家 以上有八到九个国家 也只有台湾的在野党 会抢我们的执政党 会抢我们台湾 前几年有拍到中国的快艇 确实冲撞了我们台湾 这个时候你中共台办出来说话了吗 你中共出来谴责了吗 你知道你们中国的渔船擅船 东北边的俄罗斯海域之后 被俄罗斯炮击 结果回来呢 你中共说什么呢 我要去处罚那些擅闯 俄国海域的人 所以台湾人为什么他老爱欺负我们 我们懦弱 因为我们台湾有这些 会帮中共讲话的人 回去回过来谴责我们 应该要当圣母的人 当然有些舔共的人会说 八九你是中共国民 是不是你是中共台湾省人 你缴税给中共吗 你怎么一直骂中共 非常好的问题 中共走私的快艇有缴税给台湾吗 还是说他是台湾国民 不是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说三道士呢 为什么俄国南北韩日本 菲律宾越南印尼 都要在这个事情上 跟中国说三道士呢 难道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尼省越南省吗 当然你会说 因为台湾嘛 侵害中国人的那个权益 那反之你不是也解释了吗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中共议题 为什么我们要在乎中共议题 你在搞笑吗 我还不能批判跟激怒 一个想要统治我们的烂国家吗 不就是有你们这些人 才有我这种频道吗 台湾如果少一点 你们这种勤快石敬堂 吴三桂 少一点背叛英格兰独立战争 出卖威廉华勒斯的那些人 那我跟你说 在台湾 根本不会有我这种频道的出现 当然啦 你们会说 不要激怒中共 我跟你说 不要激怒中共很简单 你投降 五星期可以悬挂在台湾的总统府上 你们也可以说省长府 这就好啦 你们又不愿意 又说中共打来你要投降 那你现在到底在坚持什么 台湾政府 不受中共指使 不跟中共为伍 不接受中共的统治 这个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中共 所以你觉得我们不要挑衅中共 请你现在去投诚 我最近看一部韩剧 是在讲高丽国跟辽国 就是大契丹国的战争 我真的是看到一堆台湾 恐慌台湾人的说音 看得好气啊 连韩国人都知道 契丹国要打高丽 是可以找任何理由跟借口 你拖了一年又一年 不是一个办法 即便你今天没有惹任何事情 他随便找个借口 去找人演戏也好 去说我夜观天象 你们出现哪一颗星星 所以高丽要叛变了 我要去打你 任何理由都可以 当然啦 这部连续去再说第二次的战争 因为高丽政变了嘛 换了皇帝嘛 身为宗祖国的契丹啊 要去惩治叛变的高丽臣子赵康 因为高丽的国王啊 他是由契丹的皇帝去指定的嘛 你是我的一个附庸嘛 那如果你把这个皇帝杀了 就代表 这个国家不受我控制了 因为这个新皇帝也不受我控制 所以我要去征服你 当然赵康一开始也说 好啊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我的话 你说要处置我嘛 对吧 那我自愿跟这个辽国大使 去附近请罪 我过去找你们的皇帝 你把我A死了 但我们不要战争 结果对方根本不战乎你 对方只是想要侵略你 你照他只是一个理由 大契丹占领了燕云十六洲 跟东北有着农耕的生活 但他们游牧民主的侵略 那种野性啊 还是在呢 他还是时不时的会想要去搞侵略 当然这搞侵略的前提是 他认为他吃得掉 如果他吃不掉你 才会有和平 所以当时为什么宋国跟契丹国 在公元一千零五年的时候 签订了百年和平的残渊之谋 而大契当国啊 才有心理在一零零九年去攻打高丽 这也是第二次大规模的远征高丽战争 第一次是在公元九九三年 第三次是在一零一八年 只有最后一次是打赢 才没有第四次 辽国才没有进去打高丽 所以前面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打输了 没有一个结果 打输了 甚至是臣服了 所以才会有接连的几次 所以辽国才来敢一直打你 而当时高丽还两面受敌 当然他最大的敌人是契丹国 次要的敌人是臣服于契丹统治下的女真族部落 那当然这些女真也是后来灭亡契丹的金国 所以我只能说 身为一个台湾人真的很辛苦真的很累 虽然我们已经度过了国民党 威权时代统治时代的那种白色恐怖 肉体上的消失 我们现在迎来的又是另外一个 比他更强大的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实际上统治 但我们要避免这个更可怕的结果 对吧 所以我们的大鱼只是比清醒的 中国墙内的那些人好一些而已 但远比欧美国家来说 差远 人家可以好好的发展 因为他没有一个想要迫害他 并吞他的庞然大物在旁边 这些舔弓台湾人 你们明明就知道哪里好 而你们更知道 我们这些台派 会不辞辛劳的去阻止统战 所以呢 你们就可以仗着 因为我们不敢杀手不管 你就可以在外面到处杀爷闯祸闹事去舔 GO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我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吧 下次见了 拜拜